有没有本事让他幸福 那是我自己的事 只跟他议仗有关系 闲杂人等无权过分 那你爸妈 还有他爸妈呢 有时间吗 不用在一起了 是啊 总算在一起了 想清楚了吗 想什么 你和他的事 我认为 我不管是作为他的朋友 还是你哥 有些事 我必须要跟你说说 你觉得你和他在一起 能给他带来什么 浪漫 惊喜 我认为你 你一直对他念念不忘 是因为你不甘心 因为他是你第一个喜欢 却得不到的人 所以 那只是你的胜负欲 是你想圆小时候的梦 不是爱 你以为 就靠小时候的一点点回忆 就能支撑一辈子 表哥 我之前一次一次地跟你表态 跟你说我有多爱他 你是忘了还是完全没当回事啊 还是你根本就看不起我 觉得我就是一个长不大的小屁孩 掀不起什么疯呢 所以没必要拿我当回事啊 照理说我不该跟你抢 但没办法 他本来就是我的 至于我能给他什么 有没有本事让他幸福 那是我自己的事 只跟他一人有关系 闲杂人等 无权过分 那你爸妈 还有他爸妈呢 拍广告那天 你妈给林安打电话了 让她给你接受女朋友 所以结果就是 她拒绝了你 明白了吗 你是无所谓 但是她 不能 喂 阿姨 晏晏 没忙吧 没事 您说 就是安安那个朋友圈啊 我看你还留言了 怎么回事啊 那个 那个 她谈恋爱了 是你介绍的 所以你才说 还好 没放弃 是不是 不是 是 昨天我们正好一群朋友在 玩游戏 然后玩书了 就必须得发一条朋友圈 然后内容吧 还得是别人规定的 还必须得放过十二个小时 才能删 您现在看看 应该已经删了吧 没有吗 白搞血一场 你们年轻人可真闲 是啊 我以为您打电话过来 是怀疑我俩呢 你俩 怎么可能 我得犯心脏病立马凑死 就是说嘛 那行 阿姨先这样 我这还有点事 去吧 去吧 女朋友那事 别忘了帮阿姨放在心上 拜拜 好 拜拜 咱们吃到这些 这世界很苦 这世界很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